现在进到仁爱乡农会 除了有专人全天候筛检进出民众的身体状况外 负责金融业务的营运柜台 也有专人不定时进行消毒擦拭 就连柜台内的工作人员 也加大彼此间的作业兼具 就是要降低人员染疫的风险 不能够因为有员工染疫而导致业务停摆 否则相关的金融业务 甚至整个乡的农产运销都会受到严重打击 农会因为疫情没有办法营业的话 你们会不会觉得很麻烦 有时不方便啦 有时候办事情都不方便啦 我们仁爱乡却比较特殊 因为整个金融业 我们的金融的这些电脑设备都在这个地方 如果我们要异地办公 可能会比较有影响 一旦有造成需要隔离的时候 我们有在本场所先做好消毒作用以后 那我们有另外一批人进驻来做措施来继续服务 仁爱相同会表示 碍于金融业务的相关设备一致不易 无法有异地作业的备案 因此只能从杜绝风险着手 目前做法则是将人员分四批控管 万一第一线柜台人员有人染疫而必须集体隔离 办公场所消毒后再由第二批人员进驻以此类推 进而控制万一受染疫影响所造成的营运风险 面对武汉疫情影响 许多行业都战战兢兢严格进行防疫管控 仁爱相同会也不例外 除了办公场所的控管外 也要求每位员工上班前先自我检疫 如果发烧或身体不适 就必须就医或在家休养 希望维持正常运作 不影响民众办理相关业务的权益蒙受损失 原事新闻后南投仁爱 超龙报道